路客团火烧车意外 公路总局日前召回了20辆同款的游览车来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20辆游览车当中有12辆不合格 已经要求停止出车 国道火烧车事故造成车上26人全数罹难 公路总局召回同款事故车辆进行体检 结果发现这20辆由森永车体打造的游览车 只有8辆合格 其余12辆都不符合规定 已经要求停止出车 根据公路总局的检验报告 不合规定的12辆游览车中 其中9辆的底盘用电配备规格 都与原厂配备不同 主要是电路保险司规格不符 以及电瓶有外接不明电源线 其余的三辆则分别是灯光 或椅背护板不符合规定 另外在暗所的部分 公路总局表示 这20辆游览车在监理机关领检时 安全门都能徒手由内向外开启 而且安全门上的暗所都已经拆除 至于车辆设备规格不符合的情形 是车体厂所打造或出厂后 相关业者公司自行改装 将在详细调查 记者威尔陈信龙特有报道